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下宇宙机器人公司他们医学经理帮我们开发的这支Transformer的程式 那这个Transformer它是一个S4A或者是S2A 它是一个中介的程式 如果你要玩Squatch然后玩Arduino的话 那目前来讲这是最好的选择 以前我们玩S4A都要有一个就是上传韧体的动作 那玩S2A的话会有一堆东西要安装都很麻烦 那个上课老师都会很辛苦 那自从有了这个Transformer之后 这些前导的很麻烦的准备动作其实就都不用做了 那所以呢我们现在来展示一下给各位看怎么用 那这支程式它现在是完全免费用的 那所以请各位先到宇宙机器人公司的Facebook 宇宙机器人公司的Facebook里面 那它的贴文里面的第一页就是第一个贴文 它这里面就有下载的地方 那请你直接点一下 点一下它就可以下载 然后呢如果怕这个洗板被洗掉的话呢 你也可以到我的网站 那我的网站呢都搜集了这个所有跟Arduino跟Squatch最好用的东西 我都会把连结做在这边 所以最新版我都会放在这边给各位下载 那其他的东西 只要你是玩程式教育的 都有很多可以参考的 可以参考的 那所以你可以经常在这边做索取 那我的网站是这一个 那好 所以不管你从这里还是从那里去下载 都会有这一支程式 然后呢请你直接点 因为这支程式Windows还不认得 所以它会以为 它就是会认为说可能会有危险 那请你点小三角形 直接按保留 把它把程式留下来 然后我们要安装呢 直接点它一下 然后电脑还会再跟你确认一次 因为Windows在 那我们在其他资讯的地方点一下 人要执行 这样子就可以安装 那安装后 你就回答是 就跟一般的程式安装的步骤是一样的 所以就是下一步 然后它如果你之前已经装过 它就会问你要不要盖掉 当然按4 然后下一步 这个是你的桌面捷径 要就打勾 下一步 安装 这个是因为我刚刚有装过 所以它会问我说 要盖掉这样 那我就把它 那你们的没有装过 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那这个它是一个中介程式 那它用的那个 我们写程式还是一样要用Squatch 2 所以如果你的Squatch 2 还没有安装的话 Squatch 2在这边 如果没有安装的话呢 也麻烦你到 到我的网站 这个下面的地方 这里有Squatch的官方网站 或者是你直接Google搜寻Squatch 也可以 那它的Squatch 2的下载的地方 在Help这边 说明这边 然后在右手边的下面 有一个Squatch 2的Offline的Editor 好 那在这个地方的Windows的版本 如果你是Mac就用Mac 这边就可以下载了 所以如果你还没装的话 就从这个地方去安装 那因为我这边已经装了 我就不再装了 然后你的Transformer装好之后 它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然后它的用法很简单 我们就是把Squatch 2 因为你要用Squatch 不管你是用S4A还是用S2A 我们都直接用新版的Squatch就可以了 所以请你把标准的Squatch 2打开 打开先摆一边没关系 然后呢我们就直接把那个Arduino接上去 接上去之后呢 把你的Transformer打开之后 你就可以直接选说 我的那个Arduino的积木的部分 我是要用S4A的积木 还是要用S2A的积木 那如果你 我现在要用S4A 那我就选S4A 然后这个地方呢 它因为刚刚你板子已经插上去 它就自动会抓到你的Arduino板子 那如果你板子插上去 这里没有出现 那就是你的Arduino驱动还没有驱动 那就麻烦你去做驱动的部分 那如果不了解的话 请到我的网站上面去找一下 去爬一下文 然后接下来 我们以后 都要把韧体丢到板子上 要用Arduino ID把韧体丢到板子上 那现在不用那么麻烦 直接这里打勾 它就会自动帮你烧韧体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然后呢 如果在这个版本之前 我们就是启动之后呢 要在这边去上传一个实验性的积木 实验性的扩充积木 但是呢 它这个新的版本做的更方便 它会自动帮我们打开那个积木档 所以你只要在这里打勾就好 这个完全是傻瓜的 傻瓜型的使用方式 那所以老师就不用再去做任何的 的事前的准备 直接按连线 它就会帮我们把那个SCA的韧体 烧进板子 然后它写成功之后 你就可以来 这个不要关 因为它会在背景 一直做翻译的动作 把你的Squatch 2拿过来看 那你 我把字放大一下 你就会发现 在你的更多积木这里面 这边就会出现所有SCA的积木 所有SCA的积木都会出现在这边 然后这个是它的监视视窗 也会出现在这里 原先的监视 这样你就可以开始 然后这里会亮绿灯 亮绿灯你就可以开始用 SCA的积木 然后享受Squatch 2 所有的新的功能 然后完成做SCA以前上传任体 那么复杂的动作 那同样的 如果说我今天 要用的是S2A的话 那也一样哦 我的Transformer打开之后 我先返回一下 好 我就选S2A 那选完S2A之后 一样要选板子 然后第一次都要烧任体 第二次就不用 然后一样打开Squatch档 一样按连线 等它配对成功 它第一次烧任体 会稍微比较慢一点几秒钟 然后它写配对成功之后 你的Squatch就可以开始 使用Arduino的功能 然后配对成功 我一样把它打开 然后更多积木 你就会发现 S2A的积木 已经全部都在里面了 S2A的积木 全部都在里面 而且亮绿灯 这样子你就可以开始用 Squatch 2 来享受Arduino的功能 非常非常的方便 所以 这个异学 很用心 用这么简单的东西 帮我们解决了 国中小玩 创课教育 里面最复杂 最麻烦的烧任体 还有安装软体的 所有的部分 它都帮我们做了处理 这个 教育界欢迎大家使用 那也请大家都给他们鼓励一下 都给他们鼓励一下 好 那这个就是使用的方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